咱们做一个营养菜 腐竹 摩耳 花生米 黄瓜 香菜 咱们腐竹一定要温水给它泡发 这个摩耳也是用温水泡发 它快一些 咱们现在就开始做了 盖刀 腐竹咱就切成这个块就行 就切一个段就行 腐竹 要切的那个块不要太小 太小以后 它就没有那么吃着那么筋道了 摩耳咱们泡发以后 它大 咱们就改一下 小的 给它撕一朵小小的小朵 这摩耳 你要家里头要买到野生的 这个摩耳就更好了 它那个野生的营养价值要比 那个家养的 营养价值要高 它呢 比较幼腾 这就改好了 都给它 这黄瓜呀 让我给打皮了 我这个黄瓜 我这个黄瓜有得搁的时间有点长了 你要点心满的 你就不用打皮 它那个口感要比打皮的 口感要更好 这个黄瓜一定要拍 不能拍了以后呢 它那个口感呢 和那个劲的滋味是更好一些 现在咱切香菜 这两天呢 下这个大雪呀 特别大 这个香菜呢 能 越含感冒 咱们呢 就多吃点香菜 我呢 尽量的多放点香菜了 那你们呢 就随意 你们愿意多放点呢 就多放点 愿意少放点 就少放点 这个都是 凉菜呀 离不了蒜 它能把其他的 那个菜的味道激发出来 蒜呢 拍蒜的时候 一定要把刀啊 压稳了 千万别把手 碰了手 蒜呢 别怕费事 多给它切一切 切细了最好 骨竹和摩尔啊 焯的不需要什么太高的温度 水开了就行 腹竹和摩尔啊 多焯一会儿 焯个一两分钟 它能更柔软的 咱这就焯好了 咱们就把这个捞出来 搁到凉水里过过凉 把这个花生米倒进去 炸花生米啊 一定要油多一些 没过这个花生米 要看着千万别炸 那个炸糊了 炸花生米啊 一定要慢火 慢慢的炸 你看看现在就好了 你可以看看这个 这个炸完以后啊 马上就得盛出来 要不一会儿就黑了 就炸大劲儿了 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开始拌了 现在搁的是鸡粉 蚝油 倒一点蚝油 我们现在呢 调料油 这个是葡萄醋 来点 倒点 倒点橄榄油 它那个味道呢 更鲜美 海鲜酱油 我割的呢 是蜂蜜 你要点还是说 不愿割蜂蜜 你割的点白糖也可以 离不了蜡油 离不了蜡油 这个拌这些凉菜啊 都得搁点蜡油 再搁点那个芝麻 它那个 把那个味道 更提的更香 再来点胡椒粉 嗯 调料啊 咱们现在那个 都倒 几步都倒完了 咱们呢 把它呢 搅和搅和 搅一搅 蒜 香菜 黄瓜 就是把那个花生米投进去 画龙点睛 这个呢 咱们现在拌的是拿手拌 这个呢 那个 拿手拌呢 它那入味儿入得好 最好呢 是戴个手套 它那个 省一 整一手油 你看它这个 隔手呢 一定要是 翻的 翻的怎么 怎么办 它把底下的料啊 都翻上来 你看这腐竹 它就吸收这个料 吸收就特别好 就到我们 品品品味道的时候了 咱们来一块福 尝尝味道 尝尝味道 咱们最常的没有什么 尝尝味道 再来一口 这道菜啊 就是清清淡淡的 这道菜啊 咱们姐妹们都要多吃一点